这里又讲 又哲立佛 极乐国土众生生者 皆是阿比拔滴 其中多有一生主处 其数甚多 非是算数所能知之 但可以无量无边 阿真己说 以前我念经的时候经常念这个 阿比拔滴 阿比拔滴 是什么呢 就是说 在我们翻译成就不退 不退转 所有众生 到了西方极乐世界的 都叫做阿比拔滴 就是已经不退转 这边讲不退 有三个意含义在里面 这个叫做名位不退 要知道众生的名位 好像我们在这个 沙伯世界 在众生活在这个凡间 名位都是要退 师尊以前听人家算命 有一个我的那个长官来问我 我什么时候可以到最高的位置呢 我算了一算 我算了一算 我知道他一年以后 他要爬到我们的这个 这个好像是说我们这个界 我是测量界 我以前学测量 我们这个测量界 最高最高的署长的位置 但是我再给他算了算了 哎呀 因为他当了这个最高的位置以后呢 不到一年了 就要掉到最低的位置 我跟他讲 你一年以后啊 你就要当到署长 但下面一句话 我说但是在经过几年以后 经过多久的时间 你就要 还没有讲完 他说不要讲啦 他说他只要知道最高位就好 这位我们这位这个长官 真的达到最高位 但是因为犯了一件事情 当所有人去找他的时候 他拿着剪刀 他说你们不要来找我 我自己了断 他就拿剪刀插住自己的肚子 他在那个高位 就没有达到一年 他就真正的自杀死了 这就是师尊讲 从最高的地方 突然间较到最低的地方 而且是较到最底下的地域 我看了很多 我们这些长官 都是爬爬爬爬 爬到最顶峰 师尊是三朝元老 我是当工程官 又是当测量官 就永远就是测量官 兼工程官 我亲眼看到三个展官 都是到最顶端 然后蹦又推 掉下来一个又推上去一个 那这个又被推下来 那个又上去 这个样子 所以政治也是一样的 政治都是一个起来 一个没有了 又一个起来 又一个没有了 都是一样 所以到西方极乐世界 有一个好处 你上去以后 不会再滑下来 不会像我们滑流梯这样爬 爬爬爬 我假如是 我假如是西方极乐世界 像滑流梯一样 我不要去 不必 这个不退 就是讲 不会再退转 这叫名位不退 另外一个 是行不退 这个贱民行不退 这是第二个 就叫行不退 我们修行的人 都是要精进 这个修行不退转 就是行不退 我们在那个地方 为什么叫你行不退 因为在那个世界里面 有一种叫你继续修行的力量 存在于这个空间 使你的心不退转 你所看到的 就是精进修行 你听到了 也是这个美好的修行音乐 你想象 享受到的 就是一种修行的禅乐 由于一切都是美好的一种牵引 所以你的修行不会退转 这个第三个 就是念不退 由于你的心 这个流入了一个滑流的海里面 你的心广大无边 由于心已经广大无边了 你不可能在这个很小心眼 不是很小心眼 你的心已经以宇宙的心为心 我们人一般的心念 这个念头 都是小念小心很多 例如这个有时候啊 都是笑不太好笑 笑不太好笑怎么讲 就是不会恰到好处 我们举一个小例子来讲 我们举一个小例子来讲 这个不能恰到好处 这个呢 比如好像是说 哎呀我请客啦 我请客啦 哎呀我去邀请他 他没有来 我们小心眼的人讲 他瞧不起我 我请你你还不来 好大的价子 皇帝都来了 你什么太监都不来 这个就是 我请你你都不来 这个价子太大 一定是瞧不起我 这个心中很不爽快 下次你请我十次我都不去 这个就是没办法很凑巧 那么再举一个例子来 我请你来 我请你来 我请客我请你 你来啦 但是你带来了十个 我没有准备那么多啊 你家人是二十给转世吗 故意来给我吃穷啊 一下子两三下就给我家的东西清洁溜溜 心中很不高兴啊 脸上表落很不愉快 尤其你才带一瓶普通的清酒而来 你心中想说我这次亏大了 下次你请客我就带一百个人去 找到的你还没有准备好 心里很不舒服 你说你怎么可以给我找来 还有我在那边吵的要煮 晚到了说不守时间 到时候呢 那些客人来了 一下子给你弄脏这个 一下子弄脏那个 你心里又是很火 有的 有的把你珍贵的古董都摔坏了 要做到非常非常的严满 很难 那修行人跟助食人是不同 修行人由于他的心广大 他的念头广大 他看到哪一种情形都能体谅人家 他自然心永远广大不退转 这个叫做念不退转 假如你心量很小 无论你做任何事情都一定让你烦恼 假如你的心量很大 无论什么事情你都不会烦恼 这个学佛的人到了西方极乐世界 他不可能再有这种烦恼 你不可能在西方极乐世界的时候 突然之间想到 哎呀 我这个大家都见到阿弥陀佛 只有我一个人还没有见到 我佛死了 我回去 这个阿弥陀佛昨天晚上啊 给我的那个师兄 讲了一个秘密法 他给我讲 他教我的不是一个很小的法 他的秘密法非常秘密 我火大了 我回去不干 这个都是念退转 当你到了西方极乐世界 就没有这些现象 明 这个未 明不会退转 这个修行不会退转 念佛不会退转 这个三种的不退转 叫做阿弥陀地 这当中啊 还有很多佛 很多菩萨 未来佛跟未来菩萨 都是叫做后谷佛 就是后谷的意思 这个后谷呢 就是说 你在那边等好啦 有一天一定有份的啦 总有一天等到佛 好 麻烦的佛 没有 好 麻烦的佛 好 麻烦的佛 你 好 麻烦的佛